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但我发现他总是有事情瞒着我 而且和前任也是无端思练的 他总是怀疑我 总认为我和我的前任之间还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他太多疑了 我曾经在别人那儿受过伤 他明明知道什么是我所在意的 却屡屡触碰我的底线 一开始他管我 我觉得是因为爱我 可他现在变得加厉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 我希望他能给我个解释 到底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欺骗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吴23岁来自湖南空馆 女嘉宾小熊24岁来自江西教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我俩也算是朋友介绍的吧 因为那会儿我刚好跟前任有分手 朋友也看我那难过的样 就是说介绍一个女孩子给我认识 她也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之后就在一块了 小片里说你这个曾经情感受伤是吧 对啊 受的什么伤啊 那主持人我先跟你说说 我前女友的事吧 我跟我前女友那会儿 相处特别甜蜜 我对她什么都比较放松 结果呢 她跟她前任不仅有五断四连的 结果后来打电话啊 什么微信啊 之后越来越被门加厉了 后来她就把我抛弃了 前男友走了 你的前女友跟她的前男友复合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很介意这个有前任 对 我很介意啊 当时啊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我没前任 当时我好开心啊 所以你跟她说是 你没有谈过恋爱的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因为我的话是陪她一起走过来的嘛 那段痛苦的日子 所以我深深地知道 就是她会很介意什么 所以我哪敢和她说 因为我当时已经很喜欢她了 我要和她说 那不就完全没戏了吗 现在怎么了呢 因为当时吧 我俩就是她也理解我 就是怕我担心 我们俩就QQ为什么都互通 那一天我就上到QQ嘛 就看见有个男的嘛 就隔三差五 老板夹她 她又在拒绝状态 我是她男朋友嘛 我肯定受不了有那种 陌生的男性是吧 去夹她去骚扰她 我就去夹回去嘛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完了 这她前男友 再你这我又塌了一次啊 我那会儿 简直是崩溃状态啊 不是 她有前男友连不联系啊 不能说她有前男友 你就崩溃嘛 虽然她拒绝 但是后面问她 我说 你到底有没有前男友 她跟我说 还是跟我没有 我说那这个人是谁 她跟我说是陌生人 我说你这看这证据啊 你这你们脚边了 这我也没加她嘛 一直是拒绝状态 而且就是 等于你前男友要加你 你拒绝 对 一直是拒绝 但我脑子里就是无限遐想 我总感觉她呢 有点什么 那会儿我们UED嘛 我在上学 她那会儿毕业了 我当时就说 我那要分手吧 我说我也不想跟你 多说什么的 等于我特别生气 然后后来第二天 她就跑来见我了 你说 当时我那个心软的呀 然后她也答应我了 她说 我绝对不会跟自己 前男友再有任何联系了 我保证 她这么一说了 我当时我也挺喜欢她的 我说那好吧 咱俩又再来一次了 等于你知道 她有前男友之后 你跟她分过手 对 她又把你追回来了 对 你希望你们再来一次 对 但是说前男友这个事 我又生气了 她明明答应我了 那一次 她瞒着我啊 她跟她前男友 独自去吃饭啊 你说啊 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和你说 因为我和前男友 然后还有闺蜜 我们仨以前是好朋友 当时我在长沙实习 然后她过来玩 然后她想请我和闺蜜 一块吃饭 我一开始呢 一直是拒绝状态 因为我知道她这个情况 我很介意嘛 后边的话 就是我闺蜜 一直劝我也去 反正就是吃个饭而已 然后包括后面 我前男友 她也和我说 她说 不就是吃个饭吗 我对你也没那意思了 如果我再拒绝的话 就是显得我太矫情了 不是 所以说我就去了呀 但是这里是三个一起去 也没有什么呀